圆圆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岂有一个换了他的神吗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 我想让你知道你挂在那里祷告 是人都会悶的 而并且悶是占99.999% 大部分你的时间 你会觉得有什么意义 我跪在那里三个钟有什么意义 那个意义就是这样 那个意义你就会发现 原来当你跪在那里的时候 其实你是不是挑战着 99.999%说会悶的旧人 就是这样 你慢慢理解他的思维 你理解他会去到哪个时间就顶不住 去到哪个时间想做什么 你慢慢理解了原来 有一个人在你自己的里面 是不受得这一种的折磨 所以有些人要看到 你见到的 那个人他不懂得去 handle自己的脾气 雜性的那些 那些人是很少灵修的 因为他继续由得他的旧人出来 不受控 然后还当是正常 他直接知道自己的臭脾气 没有耐性 不容易去耀术人 这些坏脾气是旧人 就算连一个明眼人 都看到这些熟灵灵修 是有些旧人继续存留在 现在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人不灵修 其实你灵修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分开和界定 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说那些 期望 总之一开始教会 应该是大福兴 有些什么 有些物 又要出名 又要成功 又要富足 那些就是你旧人所期待的 而事实上另外一些 好了 现在教会大福兴 来到石安当中 还要照着自己的旧人一切的标准 他走下去 然后又不被人管 然后教他的时候 他又不肯改 那你想想 那个人不死也不行 对不对 因为原来灵修是最早 最早不是对付旧人 是让你见到旧人 让你见到自己是什么人 例如我自己 每个月 每个星期 这样禁食 真是痛到死了很久 真是的 其中有几次 我以为真是会死 因为如果你试过剧烈胃痛 你就知道 你多大胃也好 你多年轻也好 如果你是非常重要的胃痛 我直接说 痛完一次之后 三天就胃了 胃了 这样 但是过去 我已经康复了 没有多久了 十日八天 我又会再感受 或者你会觉得 这些人是否搞错 当然 当时争论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变成哥哥姐姐 是一个榜样 但在过程中 我会看到 我会分辨得到 我会分辨到 原来 我自己的救人 是什么品质 什么质 并且我开始能够 自死他 而不会照着他的喜好 去建立这间教会 或者去讲要讲的真理 那神才一早 开始慢慢将他的信息给我 我一早不是这么早 我第一次就去掉到救人 最重要是 在灵修里面 原来 当然没有人告诉我 但我自己灵修的时候 慢慢发现 就是 我发现到救人 就是原来我们的救人 是很普遍的 是很平凡的 是很没用的 是很熟悉体的 他会疲 他会嫌侵 他会怕闷 他不喜欢 一些旧的东西 他喜欢新鲜 他喜欢懒惰 他喜欢玩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到 那些 旧人跨岁的 随时他跪在那里 祷告的时候 都是跪在那里 打游戏 对不对 就是我说的 就是这个旧人 如果你不自死他 你猜你会上到天堂吗 你猜可以见证到神吗 你猜神会用你吗 不可能 你最多是跟着 一个福兴当中 遥其立喊 就算无论 你在这个福兴当中 当你参与了几年 随时上到天堂里 你只得了鸡 你知不知道 因为就是我所说 你首先找到旧人 了解了旧人的所有东西 他会想些什么 他喜欢些什么 他会尝试将教会的方向 或者教会的所有东西 会带到哪里 当你成功的时候 这个旧人 喜欢些什么 他会使得你有什么倾向 你一早认知 你一早已经自死他 然后并且直着一次又一次 就像保罗所说的 公黑己身 照身复我的方式 去打败他 去慢慢培养新的入 这个新人 是照着哪个样式做出来的 是照着耶稣 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做出来的 但是问题 我想给你知道 你不照着灵修的方法做 你只是听广道的方法做 是没用的 因为为什么 听广道是好 但是问题 你根本不能够知己知己 百字百识 有些人 根本去到今天 我现在听我讲这篇信息 他还未识分自己 什么新人 什么旧人 那你怎么打呢 你根本到现在来说 做的事 甚至听广道 上教会 去参与聚会 又或者甚至参与 参与 你都是你旧人的喜好去跨税 你知不知道 那就是收工 那喜好去跨税 而并且还要是 到有机会成为领袖的时候 就去争取你的旧人要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现象是什么 这个现象就是 你熟灵生命 其实由头到尾 都是这个旧人跨税 你的熟灵生命 最初 信了主 重生 但是 因为旧人掌握太多了 他又不灵修 又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 于是他怎样 他就会 那个新人 就会死去 这个旧人 到最后 越信得主 你发觉 他就越有自己的脾气 架子 他的坏习惯 以前初信的时候 有领袖管他 想到不管得太多了 他现在都变成领袖了 于是 便搬出那些东西 你见不见 所以 主耶稣基督说的 这种现象 是什么现象 可能你意想不到 主耶稣基督说的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如果你里面 有个真正的人 住在一间屋 通常一个人 有个真正人 住在一间屋 通常就像中国那样 每年都会大数据 年二十八 洗脏 你会游游 你会清洁 所以 以前逢新年之前 我家里就见到我妈 在游铁闸 游门 收拾了些东西 不要的东西 全部扔掉 因为这是一个有人住的屋 从这个屋 你会看到这个屋 会装修 你知道里面有个人 在生活着 对不对 所以 原来我们里面有这个新人 你会时不时 就会好像看到石安 你会看到 好像日牙牧师 是不断地突破的 这间屋 是不断地更新的 OK 但问题是 他里面有没有这个新人 他们没有 他里面那个人死了 但问题是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就连连都去游墓墓 其实里面是个死人 里面是装着死人的骨头 但他要假装 有人住在这间屋 所以他连连都去粉饰这个墓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是粉饰的墓 为何用粉饰这个 是因为 其实墓墓 你不会连连去游一次 对不对 你屋里有人住 才游一次 但他连连去粉饰一下 让你觉得以为里面有人住 其实里面是死人的骨头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去上教会 其实是在做粉饰的墓墓 就好像发烈错人 他有奉献 但他是不是真心的奉献 他有禁食 他有祷告 是不是真心的禁食 真心的祷告 不是 他里面装满死人的骨头 但他做这些 只是粉饰的墓墓 他缓的荣耀 互了那无益的神 感谢永活 求主 施请救 让我抹傻 自身放行 生命在我 坦识每天歌唱 以我充心遍防 弹前奉上 将生片情弹上 将一生打上 将心智力量尽以倾向 决意为神经 真心真意 人生如恶障 将欠我神容赞 有至最减限 不过有法力 弹前奉上 弹前奉上 我充心全身的智力 自身真意放行 将心献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